手花招搞小动作 也许检查过了 但是国军战力 仗人担忧 正确台北送我到 好 持续再来看到军中高装简直车换了换车牌 那零件少了怎么办呢 有军中人士就爆料 五四两旅有人枪击不见了 结果一名老士官 他就到民间被昵称为六级厂的军用品公司 花了六千块钱买了轻枪击 不过好奇的是 这民间公司呢 竟然能够买得到枪击 而六千块钱就找军中的御才士 还能够偷偷的拆账冲销 从中以少报多来A钱 这在军中早就不识秘密 汉光演习实弹射击 几乎每一年都在五四两所在的虎口集体上演 尤其年度高级装备检查 攸关演习成败 但如果这些军用品少了或毁损了 怎么办 不能按照正常程序 向国军一到五级厂买零件 只好求助民间军品公司 也被戏称为六级厂 就有退役军人爆料 军中不能说的秘密 老市官到六级厂 花了六千元 买了机枪回来装 不过花的这六千元 不是市官要自己吸收 而是丢给御才士 要御才士想办法和销 军中的御才士 他的职务就是负责营内 大大小角关于钱的工作 像是官兵的心想发放 采购军中相关用品 或是单据合销等等 都得透过它 网路上琳琅满目 不管是安全带 海绵坐垫 或是电瓶拔弹器 想得到的通通有 用一花接木的方式来请钱 不管是车辆维修买零件 或是天天得采买的伙食费 事关像御才士报账 什么科目 什么钱 只要收到发票 已少报多 早就不是秘密 通通可以合销 从吃的到用的 通通可以A 民众听了也只能摇头 中天西五年 民兵小韩台中 参谈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